請大家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無聲勝有聲 我已經說了 聲音出來了嗎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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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大家一起恭敬和掌 我們一行 敬禮根本傳承上師 聖尊臉身佛佛 一行敬禮 歷代傳承主師 一行敬禮 南摩米樂佛 一行敬禮 今天父母主尊 南摩 便身搖慈經母 以及 彈承三寶 阿彌陀佛 需要用麥嗎 尊貴之高無上的根本傳承上師 以及敬愛師母 各位尊貴的上師 法師 教授師 同門 各季弘法人員 大家中午好 很感謝這次播月帐 給我第二次的機會 因為第一次沒有經驗 所以野心很大 想把整本書 在一個小時之內講完 反而講的不是很滿意 所以這次 參考了大家的 不同的導讀方式 總算知道只要一篇文章 就行了 所以這一次在 當代 《法王大疑惑》 我選擇了這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 相信很多人都會有興趣 它的題目叫做 《電腦遊戲裡的撒身》 這篇文章我選擇的原因 其實有幾個 第一 它很容易明白 第二 它也很難明白 第三 它裡面有很深的意義在裡頭 所以我覺得 導讀 就是希望引導大家 看到根本上是 在寫文章的時候 那一種 把佛法運用的 零零靜置 可是大家卻看不到的一種 過程 這篇文章不簡單 所以我會希望 在短短的半個小時到45分鐘之內 把大家發現 這篇文章 其實跟所有的人 都是息息相關的 不只是玩電腦遊戲 好 我們用最快的一個速度 把這篇文章 先做一個介紹 主要的是 有人 有一位法師 就是選教一位 很有 這個 名望 道德 非常高深的一位法師 叫做 近空法師 他回答信眾的時候 說了這一句話 他說 玩電腦遊戲裡面的 煞身 等同煞身 所以這個引起很多在 研究佛法的過程的一種 思維 大家有一種 不能明白 為什麼 玩電腦遊戲 裡面的煞身 等同 人間 煞身的一種 醉業等同呢 主要裡面 他提問了三個問題 第一個 這位法師 就是 近空法師所說的 觀點是正確的嗎 第二 他的問題是 一般我們知道 在人間你所造的任何的業 一定是有人受苦 比如說 什麼叫做善 什麼叫做惡 根本上是 臉深佛佛 給了一個很標準的答案 對眾生有利益的 對自己有利益的 就是善 對眾生無利的 自己也無益處的 就是惡 假如你說電腦遊戲裡面 煞身 請問是誰死的 裡面沒有一個眾生死的嗎 有眾生在裡面受苦嗎 也沒有 假如你說是玩電腦遊戲的人的話 那 假如有真正玩遊戲的人都明白 有時候那種是一種快感 你殺了裡面的那些人物 你有分數 你有錢 你有保物 很多這種資源 其實會讓你產生滿足感 怎麼會讓自己產生一種痛苦的心情呢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是 假如殺人 本身一定要有一個意義 就是你的意念上 要想殺他的一種想法 第二個 是行為上 做出這種想 傷害人的一種行為 這個是第三個問題 我們看 根本上是在 在解釋第一個問題 金空法師這個說法是對還是不對 根本上是答案非常的確定 是對的 根據什麼呢 根據大眾的一種現象 因為大眾沒有修行 就算有修行 禪定的力量不夠 所以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自主 所以這個雖然沒有殺生 可是那個念頭啊 在醞釀的一種過程當中 以後會留下你未來的一種 潛伏的一種種子 比較容易解釋的話 就會留下這一種種子 就好像小孩子在家裡 一直聽到父母用一種 比較不文雅的語言交談的時候 小的時候也許不會用 可是聽久了後就會藏在他的心中 當他開始機會機緣到的時候 這一種行為就會表現出來的一種意思 然後第二個 根本上是怎麼回答第二個的觀點呢 在還沒有講第二個觀點之前 根本上是也說了第一個的重點在哪裡 他說其實是跟我們的心 跟我們的意有關 當然這裡面他提了一個很深的理論 叫做為事 為事本身不術以 可以說他有理論 目前還沒有一種完整的修行方式 因為為事是屬於米勒佛 將來度眾生的一個很高深的佛法 他有修行的方法 根據那時候的修行的正量 他心只要放一道光 全部人就可以成佛了 這個佛法是非常高深的 可是人雖然他的修行方式沒有正確的 出現在人間 可是他的理論卻存在 主要為事 主要為事所要講的就是 我們在人間 不管你人有多複雜 你最多只有這個八個念頭 你可不可能有超過這個八個念頭呢 有 可是不是在人間 因為世尊曾經去 鬥帥天跟米勒佛見面的時候 有請教這個問題 為事裡面還有沒有為事 米勒佛回答 有 所以在人間裡面 他本身的念頭 最多只大到八種 所以為什麼我要特別強調這個呢 因為這個跟後面很有連接的關係 現在我們先了解 根本上是說 因為我們的念頭啊 本身有分八種 到了最後一個叫做阿賴也是 就是你的佛性 然後世尊有在這裡寫了一個 關鍵詞 他說 醉細心 等下我再回來研究這個問題喔 然後師尊再回答第二個問題是 假電腦遊戲裡面的人物 雖然是虚拟的 不是真有其人 不會痛 也不會受罪 可是晚煞人遊戲的人 因為鵝如木蘭之故 剝下了煞生的種子 種子 這個種子是從哪裡開始的 其實就是那個念頭 因為師尊講 意念一動便是罪 就好像地藏經所講的 起心動念無不是罪 這個等下我們再回來討論 所以雖然你沒有傷害任何人 可是因為這個念頭已經出現了 這個念頭會成為一個種子 種子越來越多的時候 這個煞生就算在這一生不會發作 未來是一定還是會出現的 第三個 現世煞人有深夜跟異夜 電腦遊戲裡的煞人是否有深夜跟異夜 師尊用最短的這個回答解釋 就是說你的異夜就是在你身處 那一個想殺死對方 雖然對方是沒有對象 可是那個念頭是存在的 當你在發出這個念頭的時候 你用你的行為去呈現 就是我們手抓住這個瓦鼠啊 或者看你是玩手機還是什麼 就是這個手代表了你的深夜 你雖然沒有哪一把刀 或者哪一把槍 可是這個身 隨著你的念頭 而展現出來的 這個觀點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 到底是什麼 比如這樣說 你知道為什麼 慈悲的人 他們來世的時候啊 相貌會很端鑽美麗 為什麼 一個很時常憤怒的人 他未來世 他的相貌一定非常 醜陋或者不討喜 你有看過人家生氣的時候 你會說你好可愛喔 你會說這樣的話嗎 除非是男女朋友吵架的時候啊 對不對 一般人生氣的時候 他的臉啊 是不好看的 他臉設計的對是不好看的 可是當一個人本身他 慈悲的時候 想關懷人的時候 有時候他不需要說任何的話 你從他的眼 從他的面容 你可以感覺到那種非常柔和的一種 一種關愛 所以你說 慈悲看得到嗎 看不到 可是你的身體 會無形中表現出來 這種就是深夜 你出現了慈悲這個想法 就是意義 一種慈想 可是你身體呈現 不管你用哪一方面 假如你是用嘴來呈現你慈悲的話 那你未來的回報 就是你聲音特別的好聽 所以你煞聲 假如你本身身體是借助這個瓦鼠 去呈現這個念頭的話 自然而然這個手啊 以後也會產生這種業障 所以這個理論 你這樣思維的話 它是沒有矛盾的 現在重點來了 我們都知道 根本上司的文章 不是一般普通的文章 它不是為了寫給眾生 討好眾生的一種文章 它本身就是一種佛 的智慧的一種借經 我認為是有異業至於深夜 用手操作電腦也算是深夜了 接下來這句話都很奇怪 佛告阿曼 移住大地子園 路等地聽 善哉善哉 然後就開始說 因果報應了 請問這個跟電腦煞聲 扯上什麼關係 這個就是一個很偉妙的地方 師尊在這篇文章 留下一個很好的伏筆 就是潛伏著 啟發你本身的智慧 我們用這篇文章的題目 作為一個引導 我們知道 假如你本身還算年輕的話 你可以明白這個電腦有些一種吸引力 假如你本身已經超過這個年代了 有時候你不了解 孩子們 為什麼會在電腦遊戲裡面 一種自作 有時候明明吃飯時間到了 他跟你說等一等等一等 他先把這一個遊戲玩完先 你不明白他為什麼有這種自作 當然你很難去跟他解釋 你在裡面所殺的神 就是等同在人間 其實電腦遊戲裡面 不一定是殺神的 我記得我曾經玩過一個遊戲 叫做Candy Crush 可是現在沒有玩了 然後我玩到一半的時候 我起司很想放棄 過後我沒有放棄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我有連書 所以這個Candy Crush是跟連書連接在一起的 所以很多同盟也在玩這個遊戲 所以他們很喜歡給我心 你們有玩過都明白什麼意思 他給你一顆心 表示說你多了一條命 你可以繼續再玩 你想想看 真佛中這麼多同盟 他們給我的心啊 死都死不了 所以這個遊戲可以玩到不死 你懂 因為太多心了 那時候我有一種另外的想法 我的想法是說 這種也是給同盟的一種供養的機會 因為他供養的我也很歡喜啊 我可以繼續再玩 他供養給我的我也蠻歡喜 所以這種無形的供養 我覺得其實也等同給同盟一種 供養出家中的一種方法 所以我那時候雖然有點悶了 可是還是繼續玩 還是繼續給同盟供養 直到我把我的臉書關掉之後 這個遊戲我就中斷了 因為不想再繼續玩這個遊戲 所以遊戲雖然有這個煞聲的意義 可是他其實也有做善事的意義 假如你們懂的話 只是說這種需要 你本身看透了這個遊戲裡面的本質 你才有辦法做一個判斷 所以根本善事才說的 一般眾生是沒有禪定這個能力的 這個問題就會原生到另外一個問題 難道我們平時修法真的沒有禪定的能力嗎 不是 所以就要回來講這個八個星 你要知道前面的八個星他講的非常容易 為什麼因為我們被心經都知道 圓耳筆舌生意 前面已經包含幾個六個星 接下來他講是一根 這個很多人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第八個是阿賴也是 最多加到兩個而已 這個在你的佛法的理念上 在這個八個星裡面 八種念頭裡面 前面的五個念頭 都是要有健康的身體 才能發出健康的念頭 比如說眼睛 你的眼根 假如近視 或者眼睛的力不夠的話 這個念頭 是會有一點模糊 或者用比較容易明白的就是很粗 這個念頭很粗 所以你看眼耳筆舌生 這個全部都是要靠身上的這個根 而發出來的念頭 所以他們會因為你健康而不健康 而決定這個念頭啊 到底是粗還是細 所以生病的時候啊 他一般都沒有力氣要發脾氣了 因為已經沒有那個力氣了 可是 後面的念頭 就不得了 就是包括你的意 意根 還有阿賴也是 因為他是看不到的 而且他不會衰落 他的念頭 他的念頭一個比一個細 所以禪定 禪定 禪定本身有分四禪八定 可是 在我們人間當中 本身有沒有定呢 有 沒有定的 一般都是 精神或者神經不能協調的人 所以在人間的定 叫做 也不可以叫一界定 本身人間的定 剛剛好用 所以為什麼基督教 他們不需要修禪定 也可以去到天堂 因為他還是在一界裡面 假如你還需要去到四界五四界以上的境界 你一定要修禪定 定有分粗跟細 用比較我們人懂的俗語來說 吃飯有吃飯的定 縫衣服有縫衣服的定 你不可以用縫衣服的定來吃飯 這樣你會吃得很辛苦 為什麼 因為你拿起一個湯匙 每一個飯你都看得很清楚 這個飯熟了沒有 為什麼還是白的 為什麼這個是黑的 你會分得很清楚 所以假如你用的定 放在不適當的狀態之下 有時候會產生干擾 玩電腦遊戲 為什麼需要更深的禪定 因為 在前面的六個念頭裡面 言而彼舌生 這個五個念頭 它本身是很自戒的 就是在講解六祖禪經的時候 談到六祖本身也談到 他說了一個很奇怪的名字 叫做 五八六七果音轉 我不是不懂 曉得還有沒有人有印象 他講了一個奇怪的數字 五八六七果音轉 新加坡東南亞的一帶 都會去買馬票 買 他們對號碼比較敏感 其實這個五八六七果音轉 就是六祖看到念頭的一個重點 他看到前面 他講五八指的就是前面的五個念頭 跟最後一個念頭啊 是属於果 它不能改變了 就好像我現在看到牆壁是白色的 不可能刹那間它變成紅色 這個果已經定了 它不可能會再變了 我聽到這個聲音 它不可能再變成另外一個聲音 這個已經是個果了 它是不能變的 所以這種 是還是属於比較粗的念頭 為什麼阿賴也是也把它當成果呢 因為阿賴也是第一 他不生不滅 你生什麼他也生什麼 他沒有善惡之別 所以那個是属於比較深的話題 我們暫時不去碰觸它 只是說為什麼它是果 因為你要什麼 它給你什麼 你造業它還給你業 你造善它還給你善 它就好像一個鏡子 你放一個好的蘋果 它就出現好的蘋果 你放一個壞的蘋果 它就出現壞的蘋果 所以它把它列為是一個果 這個念頭是屬於一個果的現象 五八六七果音轉 第六個跟第七個 它本身會變 它是沒有一個人 那個五根裡面所需要用到的 所以為什麼你做夢的時候 你不需要戴眼鏡 也可以看到很清楚 因為它不需要用眼根 它本身是屬於你的第六個念頭 所以你在想東西的時候 有時這個念頭會變 它隨時會變 然後第七跟第六個差別在哪裡呢 差別就在於 第七是不需要任何人 在夢裡面看過一個 曾經你沒有看過碰觸的 就算你曾經沒有看過 你沒有碰觸 但是曾經前流在你的阿賴也是裡面 一定是有遺留下一些本身的資料 第七是不需要任何的資料 比如說你的愛恨情仇 任何有情緒的 全部是屬於第七的念頭 它是很細的 所以當你 所以你會發現 當別人有問題的時候 你會把問題看得很清淡 哎呀 好的不來 坏的不去 好的怎麼來 因為你沒有用你的第七個念頭去感受 你是用你所知道的佛法去跟人家講解 哎呀一定是上一世你欠他的 這是你要還他 你會說的非常的心安理的心平氣和 因為做什麼 因為跟你沒關係 當你發生事情的時候 別人跟你說 哎呀反正一定是你欠他的 所以你要還他 你一定會罵對方 又不是你欠 你說的這麼容易 為什麼你會很難放下這個自著呢 因為第七的關係 你有情緒的一種現象出現了 所以當你要跟別人在說佛法的時候 不要拿裡面的知識 先把自己自我互幻化 自我互幻 對自我互幻 好慘很多長老在這裡 不然的話佛法講錯 自他互幻 這樣你的這個第七個念頭升起的時候 你會找出恰當的資料來跟對方安慰 你不會說得好像你也做得到 你會說假如是我的話 我也不曉得怎麼處理 可見你真的修得比我好 人家聽起來都會覺得舒服一點對不對 因為你有感受到 假如是我碰到這件事的話 那些所謂的佛法大理 你也許也沒有辦法的 一下子都安慰自己的 所以在薩森這個觀點來講 玩遊戲的時候 當他出現薩死這個人物 產生一種快感的時候 的確這個念頭啊很難控制 它是很細的 所以師尊後面說阿賴也是 最細心 其實你回頭看 第七個念頭是細 再回頭看 稍微細一點 再慢慢的話 全部是屬於粗的了 所以你會發現 沒有人教你 嗅到臭的味道的時候要怎麼做 你捏住壁紙對不對 沒有人教你 為什麼你知道怎麼關掉它 因為這種是細比較粗的 你可以往自己的身體關掉 可是當你看到你不喜歡的人 一直跟自己說 我不討厭你 我不討厭你 你很難把這個心中這個 這個很難關掉 因為沒有人教你 其實是有 就是根本喪失 就是修禪定 你需要靠禪定的力量 才能把這種很微細的念頭 把它關掉 甚至斷 把它斷 所以師尊為什麼 贊同金空法師那句話 玩電腦遊戲的人等同殺生 因為一般的眾生啊 對自己的情緒 是很難控制的 對自己的恨 對自己的愛 是很難控制的 假如你本身是一個很大的成就者 你的愛恨情仇 一定是比任何的人都來得大的 所以你有的話要安慰自己 也許你是未來的一個大成就者 只要你可以過了這一關 真的 所以你看根本喪失的愛恨情仇 弟子對根本喪失的那一種 那一種根本喪失用心對待 而對方且用另外一種心對待 根本喪失的那種待遇 不是一般人都可以面對的 所以在這個第一個觀點裡面 師尊說沒錯 金空法師所說的的確是對 因為眾生啊 禪定的力量不夠 所以沒有辦法知道 這個念頭是不好的 不要去用 好 現在回想起來 難道只有玩電腦遊戲而已嗎 難道看連續劇的時候 大家的心情都沒有跟著連續劇 而起 起的動 起的 起心動念嗎 雖然你手上沒有動 可是你把他講 爽啊好啊死了啊 對不對 曾經我有見過一個 就是剛好同門 供養我去看電影 剛好最後那個壞人 他要按一個鈕 然後毀滅全世界的時候 好人出現哪一個飛刀 一丟把他的手 盯在那個牆壁上 後面都講好 其實這個是不是已經算 跟著這個電影起心動念呢 他喊這個好 那其實算不算是深夜呢 只是不同的地方是 玩電腦遊戲 他有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他照著這個一夜 會比一般人長 可是不是每一個電腦遊戲 一定搶掉殺 不一定的 有時候是做任務 所以只是在從這裡裡面 再回來看 為什麼根本上是後面 出現的這一個莫名奇妙的話 我曾經為了這一段話去查 它是來自一本 來自一本經 佛經叫做佛說三世因果 我也把裡面全部讀了 全部講的就是你動了什麼念頭 未來會得什麼國報 假如你覺得你孩子 不懂事 沉迷電腦遊戲的話 現在回想一下 你是不是也在沉迷自己的遊戲當中 有發現這個文章裡面 潛伏著這一個 喚醒大家的一個過程嗎 後面所說的 後面所說的 孝敬父母 敬信三保 戒煞放生 赤哉不思 念佛此咒 坦白說 它是屬於你的遊戲 所以有時候你沉迷人間的遊戲的時候 次第比你高的喚醒你 你就等同你的孩子一樣 一直喚不行 你是覺得 你沒有什麼不對 這個需要你靜下心來 去慢慢的思維 你在人間裡面 你玩的遊戲是什麼 你沉迷的是什麼 因為你不懂 怎麼樣把好的念頭去用 所以就有這個修行的這個過程 所以才有這個 敬信三保 孝敬父母 因為這個是屬於意的業 接著用生 來把它發揮出來 你知道 在我們有一個 佛經裡面有談過一個 重點 你做了善事之後 而後悔 它會產生一種夜報 比如說 我在捐了很多錢 供養出家眾 吃飯 可是我看到很多出家眾 修行不清淨 我後悔了 我不應該供養他們 因為這個後悔啊 會讓你這個 這個因緣啊 產生一種變化 根據佛陀講 以後你還會得到很多的供養 可是你用不到 就是因為後悔 所以你要明白 當你在做善事的時候 雖然你的行為是複合的 可是你要問你裡面的那個念頭啊 複不複合 它本身是藉著行為的一種善 引起你內在的一種善 可是假如你不懂的話 你也變成了玩電腦遊戲 看到裡面的觀點了嗎 假如覺得還有一種 感覺可以深入的話 再重新看這篇文章 再重新體會 當你在怪孩子玩電腦遊戲 自作的時候 問問自己 你自作的又是什麼 這個就是 根本上是寫這篇文章 最重要的觀點 謝謝大家